以前我都说高中生很紧 我是说手头很紧 以后我再不会讲这种话了 大家好,我是胡福奇社 欢迎你收看我的玩具开箱时间 再过几天呢 在四天之后吧 台湾4月24号呢 就会上映复仇者联盟的终局之战 那在那之前的话呢 今天是4月20号 我们呢来蹭一点电影的热度 分享这一款第三集 无限之战的时候出现的 号称是1比1比利的萨诺斯无限手套 这个官方的定价呢 台币是4999块钱 也都是5000块钱的台币一个 那网路上的话呢 基本上呢打个七折左右 3500或者是更多一点点 有机会呢去买得到 那因为我主力的收藏呢 并不是这个东西 而是变形金刚类的玩具 所以呢 这一款并不是我花钱去买的 这是我的一位 变形金刚的收视朋友 叫做猛大帅的资料库 他呢 买了下来 然后呢先发到我这里 然后呢 我就先来跟大家做个玩具的开箱 那这一位同号他其实今年才高中 一年级 以前我都说高中生很紧 我是说手头很紧 以后我再也不会讲这种话了 现在的高中生购买能力可能比我还强啊 包装盒的外部呢 有两个比较重要的信息 第一他告诉你 他是有一个光 还有这个声的一个效果 以及这个手套的大小 实体的一个比例呢 他是这个样子的 19.5英寸 那也就是换成40 呃 换成公分49.5 我们号称他就是50公分吧 这一副总长度呢 有50公分的无线手套呢 实际上你当成摆饰的时候呢 也是非常占空间的 因此呢 他其实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直接是握拳状态的功能 他的手指呢 是可以固定住这种握拳姿态的 那具体的做法呢 其实就是在这个开关上面的做一个文章 这个地方呢 如果你把它往下压之后呢 再把指头呢 给折进去呢 他就会保持住一个握拳的形态 那么呢 就会固定住 基本上呢 你怎么晃呢 他就是不会张开的 那如果你要他回复原状呢 就是把这个卡扣的部分往上面推 他的指头呢 就会自动松开了 OK 各位有没有听到 他的指头只要一动作 不管动哪一根手指 他都会自动有这几颗宝石发光 还有声音的效果都会同时的出现 你随便去折一根指头 好的 那各位应该了解到 他的一个声光发动的一个条件 那这些光呢 其实发动之后呢 你如果不去管他 一段时间之后 他就会自动去关掉消灭 所以他只有开启钮 并没有关闭钮 因为时间到 他自己就关掉了 那他本身呢 是需要安安置一个电池的 电池的一个收纳呢 在这个地方 从这里挑开之后 把这个地方呢 给悬开 里头呢 有三颗 所谓的台湾最常见的一个三号电池 那这里就是发出这个声音效果的这个喇叭的部分 这个地方的一个拆取的话呢 非常简单啊 就不需要特别做一个说明了 细节的部分呢 给各位做个简单的展示啊 基本上呢 有一些地方 像是金属的感觉 也有一些地方呢 做出比较像是皮革的一个样子 像这个地方 边边这个部分 那实际上呢 以他的一个如此高单价的价位来说 以细节来呈现 他其实并不算是精美 称不上是精品了 还是细节部分的处理 还是有一点肉 但毕竟他是一个授权的东西 而且噱头很够 而且实际上呢 他是可以拿起来 跟他做一比一的一个互动的 那在他之前的话呢 我一定要跟各位再三地强调 这个呢 毕竟只是一个玩具啊 他并没有真正的 这个无线手套的功能啊 并不能够弹姐之间呢 就帮你消灭一半的地球人口啊 你不可能把你讨厌的人消灭一半 你也不可能让孩子宝啊 跟威将中间只留一个啊 做不到的啊 那有了这种正常健康的观念之后呢 就可以来跑完这个东西了 他的一个玩法其实也很简单 各位看到 这个内部啊 他是有一个 有一个拉杆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杆子在这个地方 拉拉他这个握杆 握住之后的话呢 里头呢有一些拉环的部分 OK 各位看到一些拉环 拉环的话呢 每一根拉环呢 控制着一个手指 那你基本上就是进去之后 就找到相对应的一个拉环之后呢 就可以去做一个控制啊 非常简单啊 你就比方说呢 这个 当然出动的时候呢 这些 效果是一定都会出来的 具体来说呢 他的这个手掌有多大呢 这是我一个正常的 他几乎是我的手掌的 足够是两倍大的一个大小 很显然是单身 已经不知道不是40年啊 可能是400多年的一个 巨大的一个手腕 那这些 无限宝石的部分呢 你也可以稍微去看一下啊 他的 也是有对应到这个 电影里头的一个形象 就是每一颗宝石的一个样子 造型都是不太一样的 那么呢 如果呢 你想要再不动到 不动到手指 就让它发光呢 那具体的做法呢 就是把这个中间的这一颗 应该是心灵宝石呢 按下去 它自己也是会发光的 好吧 那今天的话呢 就跟各位分享这一款 嗯 穴头很够的 萨诺斯无限手套 那呢 再过几天 电影就要上映啊 我应该也会去冲最早场吧 啊 那就大家一起期待 这个漫威 十年魔衣剑的最终章了 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